所以呢 你如果觉得人们无所谓这个粮食的价格的高低的话 这是不对的 但是它可能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影响了革命 好 我们来接听一下河南张先生的电话 河南张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请说 你好 河南张先生 没有粮食安全 好 我不知道 好 好 好 河南张先生 您对这个粮食安全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粮食安全的问题就是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扩大 这个城市建设 有一种在增的现象 就是增加的生命面积 影响了全世界的粮食汇集 我就这样的看 好 谢谢河南张先生 您的看法 我们来接听一下崇庆王先生的电话 崇庆王先生请说 好 崇庆王先生不在电话线上 安徽和先生您好 安徽和先生请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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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你好 安徽和先生您好 请说 能够减少 在全球啊 能够减少钻子 减少这个这个 重处 把这个费用用在 粮食盛材上 或者是用在 穷困地区的 护甲 这样也可以 保重粮食安全 另外也可以达到 全世界 好 谢谢安徽和先生您的评论 我们来接听一下梁宁高先生的电话 梁宁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您好 中国古代呀 是 我记不住了 是唐室还是宋池 说一个什么呢 叫做风吹朝地见牛羊 请问现在中国政府 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还有这样的地方吗 中国政府过度的裸罗斯进行 裸罗斯放牧 现在基本上都是沙漠化 你说柯尔新草原 连着天山牧场 几乎都是沙漠化 中国政府最近这些年 修了很多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房地产开发 现在各地政府 都是土地财政 在这种情况下 据他们自己说 中国的土地 四八一五耕地没有减少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 骗人的鼓励化 据说说是 中国政府的土地是越来越少 好 谢谢您 聊您高先生您的电话 我们了解您的意思 我们请詹姆斯女士来做一个分析 詹姆斯女士 根据您的了解 现在中国有没有 这个耕地过度使用 然后到最后就是完全 不是成为一个可持续生产的一个情况 您觉得有没有这种过度使用的担忧 我并不熟悉 它的这个对于耕地的占用的这个真正的 可耕地对于粮食的生产是很重要的 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 如果你有好的技术 灌溉的技术 或者说对于这个土地 你好好保养 对于别的一些生产技术进行投资的话 你是可以从每一块根地上 获得更多的产量的 所以说这不是这个土地的本身的数量 或者说尺寸的大小 还是有别的因素来影响 包括一些灌溉等等的几些技术 所以呢 我们大家要记住说 这不是唯一的因素 还有一点 刚才听众也讲到的 就是政治的冲突 它可能也会有价格 粮食价格影响 我觉得它也会影响到 之后还反过来影响粮食价格 那如果政府受到了一些政治的动荡的一些威胁 而且它是粮食价格导致的话 它可能会在对于这个出口限制 就是会用一些粮食出口限制 那么这是对于市场上 国际市场上 粮食价格会进一步的上涨 那么也就是说你通过来影响贸易的话 只会让价格的情况越来越糟 说到这个贸易 这个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表示 各国应该要有效的合作 采取行动阻挡 粮价上涨的负面影响 那么你给我们介绍 刚才你说了 最近这个粮价不断上涨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各国政府是否有采取什么样的 合作的这种行动 来阻挡这个粮价的上涨呢 我认为他们现在的行动 比我之前预计的要好 换句话说 那么我们经济学家 把它叫做集体行动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 它比如说要做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话 来采取行动 比如说保证自己的粮食供应 那每一个国家都这么做 那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那么我也同意 国务卿克林顿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世界各地的政府 都可以采取一些行动 它可以来做一些改革 或者让市场更自由化 不要来增加贸易障碍 不要使得这个情况越来越糟 要认识到 比如说哪怕是在美国 农业的补助 农业的一些项目 它也会导致这些问题的增加 如果是包括这个 让用玉米来生产燃料 或者说在世界市场上 不需要这个粮食的时候 你还是鼓励农民来生产这个粮食 这些都会使得情况越来越糟 所以我觉得政府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 政治上的勇气能够做出正确的事 而是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保护主义政策 比如说采取出口的限制 或者说批评一些投机者 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些举措 但其实投机者能够扮演的作用是很小的 我觉得如果政府能愿意采取行动 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好 我们来接听一下山东黄先生的电话 山东黄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请说 嗯 我还说你平时讨论是个粮食问题是吗 是 是个粮食问题 我说这个粮食问题啊 嗯 作为我们中国本 中国国情来说 还是政府指导的价格为正确的 好 您还有什么评论呢 山东黄先生 好 山东黄先生 呃 现在您评论 我们来接听一下河北王先生的电话 河北王先生请说 河北王先生 喂 你好 好 请说 哎 我是湖北的 好 湖北王先生 呃 中国政府啊 呃 最近有一种说法 说农业的科技 支持了城市化进程 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呢 和国际发达国家相比呢 还差百分之二十多 说国际上是一个百分之六十五 这样一个城市人口 这样一个比例 啊 中国还还差这么多的距离 啊 感谢农业科技 对中国粮食做了贡献 这是一种说法 为城市化 为车签 为占耕地 开发房地产 啊 找一些托辞和一些说法 啊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主要的政策 现在还是这样在弄 不但的在宣传这个事 好 呃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从粮食节约这个问题上来讲呢 中国的教育 啊 从孩子开始 从来没有意识到粮食板缺 这样一个危机 啊 过去有种说法是叫 历历皆辛苦 啊 随之盘中餐 没有这个节约意识 特别是官员啊 啊 在官场上的大量的浪费 啊 级别高的干部的一些浪费 好 谢谢您湖北王先生 由于时间的关系 对 由于时间的关系 不好意思就只能让您发表 您的评论到这里了 我们来接听一下湖北林女士的电话 湖北林女士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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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嗯 我觉得现在的粮食 对于这样子 看样子到处都有啊 白花的这一片一片 可是它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强的 质量大幅度下降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一个是环境破坏 到处里的屋水遍地啊 很多人回到自己老家都说 像以前三千水秀了 我们早就早早 找不到后 那就是很傻小 好 谢谢您 湖北林女士 由于时间的关系 不好意思让您发表您的评论到这里 那么詹姆斯女士 刚才有很多听众发表这个评论 我想最后就请您问一下 就是说您对目前这个粮食 在这个短期的未来 全世界的粮食安全 您感到乐观吗 还是说以后这个粮食安全 会发生更大的危机呢 我觉得现在的价格更高 那么这样农民有更多的积极性来生产 而且如果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来改善农产品的合理流通 那这会减少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消费者也会减少食用农产品 奶制品和一些肉 那么这也会影响供给的平衡 还有呢就是城市化的问题 如果你要支持一个很大的城市人口的话 你一定要有很好的农产品的生产技术 那你也要增加土地的生产率 而不只是土地的数量 这样才能够支持城市人口 好非常谢谢华盛顿著名智囊机构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分析师 沙利詹姆斯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的收看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 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通过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海峡论坛由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 每周日邀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以及在台北的两位学者专家 就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等各种两岸最新的热门话题 和听众观众们进行现场讨论 为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提供一个理性客观的 讨论平台 促进男人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 在刚才的讨论里 我们介绍粮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1992年 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首次聚集在一起讨论环境问题 那个会议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空约的开始 对为那场会议制作开幕影片的两位电影制作人来说 那场会议也换了起了他们个人的环保仪式 时隔多年 他们将要推出一部全新的环保系列影片 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哈里维纳和玛丽莲维纳已经制作了一系列专题片 几十部纪录片和几部电视剧 但是他们说 他们正在制作的一部叫做地球行星之旅的环境电视系列片 所带给他们的个人成就感 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赚钱的确很好 但我们开始明白拯救环境比赚钱更重要 所以这一直是我们的焦点所在 并且我们所看到的是全世界人民为此所做的切实努力 比如包括南非肯尼亚在内的整个非洲 人们的相关努力在亚洲和欧洲也是一样 那里的人们明白有一些问题 可以通过社区和社区参与来解决 两人的目的是通过电视系列节目 针对全世界的环境压力来教育人们 以及如何应对环境问题 他们最终的目标是 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帮助人们成为地球上更好的管理者 两人说解决环境问题 取决于社区水平 据一个我们所关注的事情中的例子 在肯尼亚 我们看见有一对夫妻启动了一个非政府组织 通过种草来阻止草地被侵蚀以及抗旱 这样就会有一个好收成 并且可以帮助到当地社区 这个组织已经很有成效 我们看到了这些 在制作《地球行星之旅》的过程中 两人走访了五个州的22个国家 玛丽莲维娜说 这个电视系列节目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基层人民保护环境的相关努力所带来的影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经历都是这么令人乐观的 我们在险海拍摄了一部分内容 那里可以说正遭受着最严重的环境灾难 险海在不断干涸中 更糟糕的是 由于险海的问题导致空气质量下降 从而使得乌兹别克斯坦的部分地区 可能成为世界上结合病和肺部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 到目前为止 两人已经制作了13集《地球行星之旅》系列片 全世界有大约4亿观众观看了这部系列片 援引哈里维娜的话说 保护环境行动应该由年轻人做起 他说他们会成为拯救地球的主力军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收听收看 来宾和听众 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在下星期一的节目里 我们要讨论美中军事交流 不要错过哦 我是张佩芝 我们下星期一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